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中原门户 这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更曾演绎楚汉争霸的历史风云 元代治元年间 回族世人萨都拉 南行赴敏就任 突经徐州 山川依旧气势未改 英雄逐鹿的风烟 却早已消散 诗人目睹此情此景 百感交集 写下这首 木兰花曼 蓬城怀骨 古徐州行圣 消磨尽 几英雄 想铁甲重铜 舞锥汉血 御仗连空 楚歌八千冰散 了梦魂 迎不到江东 空有黄河如带 乱山回河云龙 汉家灵雀 冻秋风 河蜀满关中 更细马台荒 画眉人远 燕子楼空 人生百年如季 且开怀 一银 尽千钟 回首 荒城邪日 以兰 目送 飞鸿 古徐州 壮媒险耀 曾见证过多少壮士豪杰 悲欢离合 这首词的上阙 回想项羽兵败 无言见江东父老 拔见自吻的悲壮 下阙 比风一转 感叹胜利者刘邦的灵雀 如今在秋风萧瑟中 也是一片 和属厘厘的惨败 英雄霸业的戏马台 早已荒芜 美人流连的燕子楼 人尽咬然 诗人 从历史的新王 追击到个体生命的臣服 游然而生 百年如迹的匆匆过客之感 夕阳下 回望凄凉的荒城 伊兰目送远去的飞鸿 顿声敞开胸怀 一饮千钟的豪迈之情 撒都拉 博学多彩 曾在无处多地为官 留下书写江南人文的诸多诗篇 蓬城怀骨 情真一切 悲壮苍凉 诗中所描述的历史更迭 在他去世仅仅十多年后 再次上演 风烟又起 元朝灭亡 历史的沧桑定格在了诗人的词句里 而英雄的基因 却镌刻在了徐州的记忆中 古城徐州 曾是你方唱罢 我方登场的显赫舞台 如今 月尽千年风霜 正在书写着 时代的新篇章 店设和现在 吉他确认 明天